好所以当他的伙伴很完美 在为自己的成就装满水这件事情 感到自信骄傲的时候 这个cracked bucket被弄成有破洞的水桶 which couldn't deliver 因为他没办法deliver 他没办法运送水 而且和谁一样 as much as the partner 他没办法和 他的partner和的伙伴一样装满水 能够装满这么多的水 因为如此 所以thecracked bucket他就filled a shame 他觉得很羞愧 他filled the inadequate 他觉得自己很不够好 不足够 好所以这个adequate adequate这个字是足够的 加上in 加上in就是表示不足 所以他觉得自己很不够好 觉得自己不够好 觉得自己很羞愧 好所以主词在这边 主词叫crab bucket 动词在这里filled 动词在这边 中间插入了一个 各位可以看到老师的中花湖 中花湖叫关西子聚 由于没办法运输 跟partner跟伙伴一样这么多的水 所以thecracket bucket filled a shame 他觉得很羞愧 觉得自己很inadequate 觉得自己很不足 好那充足的叫adequate 不足的叫inadequate 他觉得很羞愧 对好那看到木绿色的PP 这个PP修饰这个bucket 好再来看一次哦 各位可以留意哦 分词可以当形容词使用 分词就是PP或VING PP或VING可以当形容词使用 修饰后面的名词 那只是要抓住一个重点 ING如果是ING 是当作形容词的时候 是表示主动或正在进行 如果是用过去分词PP 就是表示他已经被动了 被怎么样或已经怎么样了 所以这边我们就会翻成已经破掉的 或者已经被弄破的这个水桶 好接下来 随着时间过去as time went by as time went by 这几个字希望大家可以记一下 因为他蛮常见的 as time goes by as time went by 这边是因为说故事 所以时间用过去是 正当随着时间慢慢的流逝 as time went by as time went by the crack market 这个有破洞的 这个已经破掉的 ED 这个已经破掉的水桶就开始 begin to feel frustrated 他就开始慢慢的对自己 越来越觉得挫折 frostrated 自伟加ED 形容词 形容人的感受感到挫折 他就开始觉得很挫折 而且开始 gut变成increasingly 逐渐的conscious of 逐渐变的呢 逐渐的conscious意识到自己的improfession 自己的不完美 他的不完美 他就不断的再去放大他 不完美叫improfession 加上in就是否定字 profession是完美 加上in就是不完美 他就开始有意识的 became conscious of 开始察觉到 有意识的察觉到 而且是这个程度是increasing 也是逐渐增加的哦 逐渐增加的conscious of 注意到自己的improfession 好 有一天 one day 有一天 with a voice full of misery the cracked bucket said to the man I am ashamed of myself and I must apologize to you 好 我们来看这个句子 有一天终于呢 他对自己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了 有着一个声音 这个with一样翻成有 他跟下面的文法 蓝色荧光比的是同样的东西 有着一个状态 这个状态可以用什么呢 你可以用介习词片语 叫full of in misery 叫做充满着悲惨 充满叫full of 好 所以有着一个充满着悲惨声音 有着一个声音 这个声音充满着悲惨 就是谁的声音 就是这个cracked bucket 这个已经裂掉的 已经破掉的水桶 他有着悲惨的声音说 set to the man 他对这个男子说 我好害 我好感到羞愧哦 I am ashamed of 我感到对自己感到羞愧 and I must apologize to you 我要对着你道歉 好 be ashamed ashamed这个字是羞愧的 好感到羞愧的 of是翻译成对于 我对自己感到羞愧 而且我要对你apologize 我要对你道歉 来看到道歉 道歉可以用apologize to 可以用make an apology to 不要忘记你学过的东西哦 做一个道歉的动作 to 伤晚对谁 好所以是向某人道歉 这个向老师打错了 是这个向向某人道歉 好那蓝色呢 是这个荧光笔颜色 一样是用形容词 这边用形容词来修饰 这个声音是充满着悲惨的 好